快樂 心聲 今天在現場的來賓 平常可能我要找他都找不到 要巴結也巴結不到 因為兩位建設公司的董事長 都是名門豪宅 但是名門豪宅只是大家用價錢的概念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 大家今天聽節目有福氣了 因為Angel要帶著大家一起來認識 什麼是好房子 真正的好房子 尤其在現在現代在新的概念跟技術之下 那處已經很不一樣了 來歡迎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 我剛才有講是建設公司的董事長 所以我先用這樣的頭銜邀請 來第一位 我不知道兩個董事長都可以這麼年輕 先歡迎來我們上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的董事長 也是我們目前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 我們的主任委員洪光佐主委您好 主持人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大家好 為什麼當董事長可以這麼年輕啊 會嗎 不是應該都很操勞嗎 是啊 他是個很幸福的董事長 真的他笑口常開 都很強 所以他真的說讓他操心在公司業務的並不多啦 像我的話我就比較老很多了 因為我覺得說我操勞的平常要多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聽眾朋友 因為他房子蓋的比較多 他是我之前一直都很想要認識的 這個如果在屏東 因為我住過屏東 很多聽眾朋友知道 來歡迎我們中州建設的董事長 這是我們黃啟倫理事長你好 與各位應該是觀眾嘛 大家好 那個我真的很感謝 這個台長 Angel 還親自可以來這個 跟我們那個對談 我真的是很榮幸 這以後找你一定會出現的 那當然 雖然說你是在高雄買房子的 對 但是我已經買了 但是這個還是一樣 相見恨晚 有這個幾乎我就很榮幸了 這個 哪有 不過今天 真的我們這個緣分 從認識好房子開始 那我想這個房子 整個的演進 然後也可以從您的幾個作品來講 比如說 是不是大器中州得了兩年的獎 2004年 大器中州有三期 那他每一期都是我們建設學獎得獎的作品 每一期都是 對 所以原野獎 來聽眾朋友 等下我們也要一起來認識什麼是原野獎 好 那上陽建設 這是我們的 是 洪光佐 謝謝 那現在其實今天來的身分 都是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 一個是主委 一個是理事長 其實我們今天也要來認識這個原野獎的同時 我們先來講 其實本來原野獎講的就是房子 是 我在想 其他是大家最熟悉的 因為什麼 你看現在五點 等一下六點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回家 對 是不是 家是一個心靈的地方 心靈寄託的地方 是 然後 兩位 我想請教一下 原野獎其實有美的概念 我其實在兩位建設公司的網站上面 也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的美學 有很多的人文精神在 所以呢 我現在就先來分享一個比較有詩意的 請洪主委先稍等 我念的是中州建設的 來聽眾朋友 我們來聽聽看這段文字 我覺得我們要重新對於房子跟建築 你要有一個不同的概念 是 好 來 幸福感 才是一個城市真正的高度 無異乎 林空地標的創世高度 只在乎 向上提升的城市格局和時代精神 我覺得真的講得很好 他房子 他可以是一個地標 王董事長 是不是 可是他真正的精神是 就是有做功課 有 因為這一段是我公主的主 s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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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講 我看了其實非常的感動 他不是只在乎一個外表的高度 他在乎一個內在內涵的一個提升 那個大樓 回家的那個車道的上面 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看板 上面就只有寫四個字 回家真好 然後一隻大鳥 然後有很多小鳥要飛回來 那個畫面就是這個樣子 我記得 你記得 那個也是我公司 我最喜歡用的POP 你知道嗎 從高雄回屏東的路上 你的看板也蠻多的 這是大樓公司的大樓 真的 你的鑑案非常多 如果現在累積起來 數字大概有多少 鑑案 複數應該是超過一千多 一兩千戶 但是其實別墅蠻多的 因為特別在屏東這個地方 對 不過屏東現在也已經走向 因為很現代化 model的模式 所以在SOCO旁邊有一個 the one 也蓋了一個非常新穎的大樓 對 好 那這個是屬於中洲建設 然後我覺得呢 上揚建設就很有意思 來條眾朋友 這個喔 雖然沒有很失意 但是你一聽就懂 你馬上知道 原來現在的建築的概念是什麼 在上揚建設它裡面寫說 環保節能 生態共生 人文美學 新觀念 新技術 導入智慧生活 綠建築 整個好像已經把現在這個時代 建築的概念很直白的說出來 謝謝主持人的讚美 不過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要說這個緣起的話 高雄市政主在推的高雄錯 其實高雄錯一號是由我們公司蓋的 當初蓋高雄錯一號 陳菊市長還去幫我動土 哇 對 高雄錯一號的住戶 到現在還有人 已經交屋大概三年多了 還有人不裝冷氣 我可以這麼說 我可以這麼說 他不好意思說我來說 沒有上年真的可能就沒有高雄錯 我不敢不敢不敢 因為那時候 他是參與總高雄錯的 自訂 的自訂 然後他第一個率先去給他 真的給他蓋起來 是 我可以這麼講 他可能不好意思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其實 蓋房子不困難 其實 傳統的房子 我曾經到 杜拜去 我們去看他傳統的民居 以前是個小漁村 傳統的民居 其實 他就是在屋頂上有一個很大的天井 那實際上這是一個物理原理 就是 福利通風的原理 就是熱空氣一定要往上倒 對 那只要我們不生活在那個悶熱的空氣 你身體就健康 因為熱空氣 他會會自身續菌等等 他不會讓人家心裡不舒服 那到底高度應該大概在幾公分 才算是比較健康的綠建築 其實這個跟高度沒有絕對的過 當然越高是越好 不過 不可能 你的房子過高 因為過高 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 譬如說樓梯可能要更多接等等這個 所以 重點是 你的通風採光 除了這個之外 你要有一個物理通風原理的一個天井 讓它把熱倒到外面去 這是重要的 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對 然後再來就講到生態這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 利育的生態的一個環境裡面 其實你的壓力是小的 對 我會覺得很放鬆 對 利育昂冷的 然後 透過這樣一個原理之後 高空座上線還有住戶 他不用裝冷氣 聯合報還去裝網 東森電台去裝網 他說你真的不用裝冷氣 他說你來這邊坐坐看 你看這種微風要裝冷氣嗎 不太可能吧 對 在高雄 尤其前兩個月 前兩個月 熱到爆了 這樣三年多了 他們不加不裝冷氣 所以建築確實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我們以前在講風水的時候 是 陽光空氣 對 然後明亮 然後當然其實是中原跟格局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但是我想請問兩位董事長 就是說 其實如果大家今天有看直播的話 我們算是廣播節目 但是我們現在在臉書上面 快樂聯播網 官方的這個粉絲專頁 我們都可以看到畫面 然後今天我相信這個 這一台另外一個攝影機 這是我們高雄市 這是我們建築經營協會 也在現場也架了一個直播 對不對 是我們攝影組的召集人家好 好 所以我們要跟所有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問好 他是高雄鼎鼎鼎有名 鼎鼎建設的公尺 哇 很帥耶 帥啊 結婚了 結婚了 很多天我沒有想說 但是他做什麼事都很投入 很投入 非常優秀 那我可以抱一下 我們黃董事長的小八卦嗎 他的那個黃漢廷公子 也是高大英俊 在中山經濟研究所畢業了嗎 畢業了 畢業了 是 是 這個 好 相見恨晚 但是我現在要講一句 跟聽眾朋友講 我其實是比較好奇 其實一般 如果建設公司 以前都是營造 就是大家覺得是土木工程 對不對 可是大家有沒有去想說 其實土木工程 不是只做工 那些材料 我自己蓋一間房子 從兩位董事長 比如說我們現場看到畫面 你就覺得說其實這兩位其實蠻有美學的 比如說穿著品味 其實很斯文 所以兩位網站跟我覺得建築上也都反映了一些人文精神 能不能來談談 那我們先從這個黃董事長這邊開始 中洲建設我覺得對美 特別有一種 我覺得很一種時尚跟人文的品味 是並重的 那麼來談談說 你怎麼把建築跟美來做一個融合 其實我常常在講 一塊塊交給不同的建設公司 出來的成品是完全都不一樣的 因為這塊地怎麼去給我們捏 像一塊頭土 怎麼捏 完全在於操盤的人 他怎麼去處理這塊地 是 所以說我本身 我可能對建築的這種比例 我特別有一個天賦 我可以這麼講 我常常去看工地 因為我的房子 它的立面是怎麼樣處理 我都看過 我都同意了 而且甚至很多都是我去改的 那我到工地去的話 我不用看我的設計圖 我再去看 我在這個地方怪怪的 這比例上不太對 一查都有問題 所以我的工地主任常常被我罵 我說你每天在工地 你這個地方有問題 你看不出來嗎 但是我不用看圖 這個可能是我的一個天賦 那對於色彩的搭配 我也可能會比較喜歡就是說 它比較素的 其實我認為說整體的一個搭配 跟它的一個協調和諧 那才是成就整個建物的一個感覺 我是這麼覺得 其實你已經把這個宇宙之間 你知道嗎 從那個造勢組 他在創造這個地球 所以我就是在比例在樹里之間 比例 對對對 這個真的是一個文工器材 我也來報個黃理事長的八卦 哇 今天這個八卦 他已經跟我好讚喔 來說 黃理事長是前任屏東縣公會理事長 是不是 對 那現在是建築經濟協會理事長 同時喔 也是台灣省聯合會的理事長 哇 這個不是八卦吧 沒有沒有 這個全省的 八卦正要開始而已 這樣的人日理萬機 我告訴你喔 他公司要用的材料 他要一一去驗場 他喔 再怎麼忙 還是要自己去驗一下 他要自己去驗一下 他是親力親為 他跟我不一樣 所以說 我看起來比他老 真的年紀都差不多嗎 沒有 還要比他年輕 還要比他年輕 但是喔 他真的要比我幸福 我比較超 是 他是笑容很大 沒有 真的 他真的是比我幸福多 我大概就是 我一直講說 我是一個非常幸運 而且夠福氣的人 但是 因為 我的同事齁 他們都很願意負責任 是 而且 每一個部門 自己都 可以做得很好 我很少操心 你是放心授權的人吧 沒有沒有 我很少操心 已經都很順利了啦 但是 他真的心思 真的是 比較多的部分 在我們的協會 在我們的園野獎裡面 他是不是希望就是 其實是台灣建築的整體品質 可以一起提升起來 公司它是授權 但是 真的是在我們的園野獎裡面 他是親力親為 反而是 特兵 他這邊是親力親為 公司是授權 因為我在公司沒有人 很理我 我在公司沒有人 也沒有人理我 真的 因為這個是不是老闆 你看起來很像路人講 路人主管 他在做得很好 公司28年了 他都跟我20幾年了 你看 但是可以其實把 我是說 可以把建築 這個不管在技術上 口碑上維持這麼好 真的不簡單 所以你覺得你的美學跟建築的融合 的想法跟點 這個部分 也是個天賦嗎 這個部分我講過 我是公司最沒有用的那個人 你看喔 我用的建築師 他是南加大的建築碩士 黃秀文建築師 他也是我們前任建築 經理社會的理事長 對 有來 是知人善任 也是 所以 我是一個這麼有武器的人 有這麼多優秀的人來協助我 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 沒有 黃董事長覺得 是我看不開嗎 我是欠義親尾 然後你是好像很瀟灑 黃董事長還幫我工地 幫我建工 那你做的還真的很好 我是去取金的 但是 我去取金 我去取金 我看到比較好的建材 比較好的一個設計 我問他是誰設計的 去那裡買的 他一問三不知 不過 這又談到一個精神很重要 那個觀摩跟交流 這也是原野獎的精神 原野獎你要參加原野獎 他是不需要付任何一毛費用的 台灣所有的獎項都是你需要去付費 一個獎項十幾萬 一個獎項十幾萬 那公家都要付錢 對 都要付錢 但是你都不用 原野獎你不用罷名費 你得獎不用費用 反正你就不用費用 但是你要簽一張切結書給原野獎的 什麼樣的切結書 就是說如果你得獎了之後 你這個房子 你這個案場你要開放出來 給全國的同業去參觀 而且你必須熱誠的接待 是 告訴他 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的問題你要去解答他 那你如果幫消費者另外加一條 不能因此賣比較貴 我兩個董事長都沒想到 台長這樣欠意我們回去想想看 對 所以 原野獎它是大家相互觀摩學習 共同來見證這個建築業的成長 所以台灣才有這麼好的基礎環境 台灣這幾年在國際很多建築的評審 都是最宜跡的城市 這是很棒 所以其實透過原野獎 不是認識高雄十而已 因為目前其實是雲林縣以南 六個縣市對不對 其實都加入原野獎 而且這一次的原野獎 其實已經是全國的規模 所以我們在第二段詳細來介紹 但是兩位建設公司的老闆在這邊 我當然要挖一些比較特別的題目了 剛才我們黃啟倫董事長說得很好 對經濟開始開始 不一樣的人去都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選地喔 我要問一下兩位老闆 建設公司老闆選地 是怎麼看地的 風水大師有待在身邊嗎 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說這個地的風水問題 但是這個地又敢 而且我買地很快 我可以去看地 然後過了一個鐘頭 確定說這塊地沒有問題 我就叫你來給我拿支票 去講 我買地非常的快 叫理事長好了 可是理事長你總是會看一下 比如說旁邊有沒有學校啊 有沒有捷運啊 當然那是最基本的嘛 OK 但是這塊地我在看什麼之後 那我再做決定的這個時間是很快的 我要不要買這樣子 其實是很快 但是你會做唯一的一個比較 paper work 就是去查這塊地有什麼問題嗎 對 不然就能入手了 這塊地是不是建地 是不是真的是建地 那前面的路是不是沒有問題可以過 對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比較 切身的就是說 會蓋子不蓋子 這樣說比較快 真的就這樣就可以確定了 其實建設公司買地 你這塊地買的 你這個案子能不能成功 其實已經佔了大概80% 對 你買錯地就 我沒有記憶了 阿虹董事長那你是用什麼sense去買地的 一樣的當然官僚 我有很多專業協助我 建築師 廣告公司 來協助我 然後公司的部門也會盡快用 現在很簡單 現在我們手機裡面的app 對 就有這個功能 對對對 能不能用了啊 什麼一樣 你看那幾個高雄住 結合科技效率 這是市政府的 喔 等下去就是 這個是住宅區 商業區住幾的商幾的 是 是是是 然後再透過這個 這個 嗯 Google的app 點進去 他有街景圖 你看知道了 OK 大概沒什麼問題 親自跑一趟 好 說我講街景圖 我在懷疑說 你到現場去都沒有去 要不然我只要看街景圖 哈哈哈哈 街景圖就是說 你不用白跑啦 如果街景圖說 前面有一個大的高壓店 那你就不用去啦 是不是 就這樣子 旁邊有多少學校 是 是不是這樣子 現場再跑一次 回來 大概就知道了 好 那我還要再問一個問題 所以都沒有風水大師在旁邊就對了 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 我們兩個就是說 沒有 沒有那個想法啦 但是很多的建商大家還是 其實有的還是有 對 還是很在意的 對 像有一些賤賀的土地 我們當然不會去碰 賤賀喔 比如說 公墓旁邊 旁邊的墓地 對啦 墓地啦 高壓店啦 這個都對了 人體健康不是很好的 這個 當然我們就不願意去碰 不過 福德好人基 有些同業 當然就是說 便宜 消費者買得起 這個也是對 就是說 另外一個概念 所以說他買的便宜 他買的也便宜 造型還是順銷 所以市場上還是可以順銷 不過我們 我們兩個大家都從事這個行業 大概二十幾年 我們對於選地 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我自己不願意的 我們當然就不會買 我自己不願意住在這個地方 我當然就不會買 跟我買房子的概念一樣 應該是 真的 要不然後面如果 我住一住要賣的話 怕 我買的時候 要有賣的想法 對不對 但不代表我一定要賣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帶來建設公司 因為我們蓋房子 就是要賣 其實我二十歲 就在建設公司工作 是 這個房子 你要知道說你下手在哪裡 是 聰明人 聰明人 人都要當台長 紫薇斗樹裡面 如果田宅工有天賦的 只要一踩進去 趕快看一下你的命盤 沒有這開玩笑 因為我是一個同才 什麼都亂學 不過呢兩位董事長 還有一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現代我們承接使命的 一個題目 剛才我想這個上揚 其實就包括中洲建設 其實都已經把這個 所謂的綠建築 然後生態共生啊 節能環保啊 這樣的概念 但是這個也代表你們在 你們在投注的 我講說成本上面 對不對 而且現在又有這個長照 因為現在台灣已經快超高齡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你們的成本上面 其實也會比較多一些 您怎麼來看這個未來建築的方向 就是說您也就是很願意全新 比如說你現在提出的建案 你都往這個方向走嗎 我現在的話 比較在琢磨的 就是一個太陽光電 我新的建案 差不多在屋頂都會裝 2K或3K的太陽光電 那它平均一個月 都差不多有1000多到2000多的收入 很不錯 對啊 另外的話就是說 這個立體綠化 我們會在二樓主臥的 衛浴的旁邊 我們會有屁一塊 上面是沒有頂蓋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本身我們種植的花草 它才能夠 受到太陽 對受到太陽 對這個垂直裡頭 我們也都有在做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一個社區裡面的 社區樹木 我們也都會把它規劃出來 這是我們新的建案 我們都是會這樣子的來處理 你們會對於周邊也會稍微 那當然啦 周邊的房子 甚至於我 我剛才在講說 我的腕為什麼會有一個回家真好 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 POP在那邊 是因為 那是我隔壁一個非常 破的一個 一個牆壁 那我沒有辦法把它修得更好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你做我 我來掛一個 好聰明喔 讓回家 那每一個我們的外國住戶 因為要讓你擋 你就把它擋起來嗎 對啊 我擋起來嘛 每一個回家住戶 看到都很好 回家真好 真的 這是我最常用的一個POP 回家真好 好 所以其實像未來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你都會反應在您的作品上面 對 這個是一個潮流一個趨勢 那這個潮流趨勢不是說 可是你成本會比較高 這個其實都覺得OK 但是我是覺得說 市場上也都可以迎合 對那當然 OK 因為就本來 這個同業之間 我是好朋友 但是這個產品之間也會競爭 不要說同業 終於 他在屏東或在高雄 像我們公司 這個已經沒有廣告寫 因為我們已經結案了 我們有個漢子棧 就是熱活樹 他還得到市政府頒一個光電大獎 是 我們在屋頂就安裝了5K瓦的 這個高效能的這個電光板 大概就是一個月大概有4千塊左右的收益 哇 一個月這樣4千塊 這個4千塊 有助於你銷售 為什麼 我們跟消費者講說 你們家的電錢追集 一戶大概平均 你一起大概2千多塊的天費 你那是大樓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透天的 透天喔 一個月可以收到4千 因為我們是用高效能的 友達的光電板 這應該沒有廣告審議啦 沒有 我們用那個 台達電的這個 inverter 所以他效益是非常 我們當初在評估的時候 這個光電公司評估 一個月大概是3千5到3千7百塊 是 實際裝設之後 平均的回收 就是每個月大概4千多塊 其實反而在市場上面 能夠得到我們現在消費者 就是買家的支持 那這個如果 大概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如果您在還沒蓋之前 你就把這個拉進來之後 實際上你的結構就可以升上去 就不會像鐵皮屋一樣 因為你的這個柱量都上去的 你在底下你是看不到的 然後 應該有這個光電板 所以 你頂樓的溫度 大概可以降到3到5度 因為它上面又有一個空間嘛 一個空間是人可以通過的 大概2米半以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 那麼高雄市政府也在推 一直推 而且是全國第一名 高雄市的光電設施 是全國第一名 你覺得它會不會廣告打很大 上一間市 他在講 對啊 還有一個 除了光電之後 講他的優 像這幾天 這幾天 我們就一直說 煩惱說這個暴風雨 是啊 那房子能做什麼 像我們公司蓋的房子 我們在地基 這個華式基礎 我們要留有這個 雨水的儲存槽 就是說 當道理來的時候 對建築概念 在這個平面的雨水 全部吸收到這個儲存槽 平時這個儲存槽的雨水 你打開水龍頭 它就自動透過那個 深水馬的就抽出來 你可以洗這個車庫啦 擦車子啦 灌溉 對 那重點是對這個環境是好的 為什麼好的 你看喔 如果 每一個房子 能夠吸收兩噸的 雨水的話 一百戶就吸收兩百噸 再大的暴雨 也不會流到外面去 就不會瞬間造成那種災害 所以現在的房子 真的其實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們要跟聽眾朋友講 現在呢 其實你如果要去買房的話 其實綠建築 或所謂的高雄錯的概念 其實是非常宜居的 對 因為是包括整個陽光空氣風啊水 這樣的條件 其實都是非常好 但是怎麼跟兩位董事長聊得 實在是太開心了 一間超過六分千 絕對愛進功格啊 而且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要請兩位其實一直在現場 這是我們高雄建築經營協會的 執行長 執行長 要來跟我們談談 這個原野獎 還真正的要把 可能一些的作品 跟這一次的用心 來跟我們聽眾朋友做個說明 那兩位董事長 等一下第三段 歡迎再回到現場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 而且非常歡迎他們繼續八卦爆料 好 謝謝 來聽眾朋友 所有收聽的是快樂聯邦網 快樂新生 我是Angel 廣告就回到現場來 謝謝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說到夏天的時候 我天氣這麼熱 這樣的東西就是大家 喝米酒 喝飲料 最好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的冰百杯 對 為什麼叫冰百杯 先說一下 大顆 九百CC 你拿這個杯子店頭買 叫他把我們撐下去就好 環保 還有一種方式是說 你如果說在辦公室 你就把杯子帶來對不對 你就直接和杯子放下去 是 過期你在辦公室什麼經驗 你如果放在桌上 現在差不多五分鐘十分鐘 開始流汗 拿回來才開始刷 大家都這樣嘛 那你今天如果用我們的冰百杯 你把它彈下去 你把它放在杯子裡面 我跟你說 我給你從高雄開到台北 還開回去 還開回來 開三爪 保證味一樣 真空杯子 重點它就是不會倒熱 我們保冰多久 你知道嗎 24小時 保溫多久 12小時 好久喔 那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尤其你在夏天 我們會喝米酒 衛生冰塊 吃一碗 倒一碗 搖去 因為倒水 用一般的碗 或是拿在桌上 在那裡流汗 對 它倒水倒掉 還搖得更快 對吧 你今天把衛生冰塊倒在我們的杯子 保證不可以 怎麼判斷有沒有真空 我給大家教一個方法 很簡單 都不要聽人家說 你收到火後 你待會滾水你給它滾滾 你把它倒進去 手上摸杯子外面 你不要摸裡面 摸外面 會燙 那就是沒有真空 是 所以你如果不燙 就代表它沒有辦法導熱出來 它就是真空 所以保溫12個小時 保冰24個小時 你今天買到的東西是妙祖父 對 鎮紅一代言 是 又好又便宜 你不是路邊大買 為什麼你要買這個杯子 我們有開車 尤其我們朋友很多 對嗎 你想看 你買一杯飲料 六十七十 放在你的車上開始滴 你的地坦就開始淹 啊現在拿起來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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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三百五五五 是 早都關時間快喝喝 不然待會就沒味道 對 現在要慢慢喝 慢慢享受 我跟你說 這個雙品是全世界 尤其當男媽 因為爪 不夠笑 排訂單排到真的是要哭了 對啊對啊 我們也等好久 現在火都會唱的 我們今天是給你一組四支 杯子四個 我妙祖父波征三臨四 是 我們拼擺大 我跟妳講容量大對不對 對 蓋子也有 再來是說提把 你手像那個馬克杯有沒有 那個手把 還有手把可以拿 活動的 你也可以打你也可以外打 總共十二件事 要買多少 很恐怖的價格 九百九十九塊錢 開放適用 東西妳說 啊 補兵效果不好要怎樣 第一次 在我們的快樂聯播網 加上鄭鴻宜大哥的代言 另外是 來 零八零零零零五八五八七 空八零크狂 快乐联報榜 来快乐联報榜 回到现场 这是我们高雄台 快乐电台 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 快乐新生的现场都在高雄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其实有四位贵宾 还有两位嘉宾 所以总共其实今天在现场好热闹 整个小小的主播室 其实有七个人 不过现在大家如果透过 这个脸书的镜头 可以看到的新朋友 来我们先欢迎 这是社团法人高雄市建筑经营协会 这是我们的执行长 这是我们的李正聪执行长 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以及全国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来 谢谢 我有看到你接受杨洁的访问中午的时候 那么也再欢迎我们这是建筑原野奖的副执行长 蔡绍豪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奇怪我都觉得今天的都蛮帅的 不知道为什么 是协会的特色 协会特色 协会的特色 我们原野奖好厉害 不是建筑盖的美美而已 是每个站出来都是高富帅的样子 谢谢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惨美 不然要讲讲 其实原野奖很棒 是已经走了24年了 我想第一个等一下来跟我们谈谈 这是很难得 那他其实已经从名字听起来是高雄市的建筑经营协会 那实际上到了2018的整个规模 已经是来参加的是云林县以南的六个县市 以及包括你们把高雄市也顺便行销出去了 因为来自于全国的建筑业的精英 1200人的建筑盛会都齐聚在高雄 你们又结合了公益 捐助了160万给高雄市的独居老人 我想这整个的创意 缘起能不能请执警长和副执警长 跟我们来做分享 那这一点的话 跟主持人及全国的听众分享一下 我们建筑经营协会 每一点都有 针对原野奖 都有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 那也就这样 基于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去年11月2号 就理事长啊 主委啊 胡主委 基于我们这些决策核心 我们就选择在一家 星巴克咖啡 咖啡厅 我们就再开始聊 所以这一切先从喝咖啡 聊八卦开始 是 反正在学会的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在2018年 用什么方式来呈现给我们的 所有的贵宾 是集聚大家的脑力激大而来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其实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 你们的slogan叫做 人本绿建筑环境永共生 对不对 但是到了今年 你们大家一起想的活动主轴 是智慧绿建筑 友善性环境 对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我觉得建筑业 它本身应该具有一个神秘感 所谓神秘感就是 一个企业社会之论 那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有研发出一个小园小野 这样的一个玩偶 工仔 是 对 我想那天晚上 我们就大家启示广力 就想 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工仔 是 工仔铺满 那工仔铺满 那工仔铺满要做什么呢 顾名思义就是要把铜板 就存在里面 那就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启发 就是 通过这个铺满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 工艺的一个 意外的一个想法 那通过这个铺满 让拥有这个铺满的人 他可以回去之后 可以通过存钱的概念 然后把这些钱 在某一个时间点 拿出来做一个布施 那变成一个散的循环 在整个他的一个周遭 所以2018我们有 这一个公仔 这是可爱的 他叫什么名字 叫小蜜蜂吗 小圆 小圆 这是小圆公仔 那因为 呃今年 嗯 是小圆公仔 是 那未来 嗯 呃我们会继续在研发 小野 小圆是 哦 未来会有 可能会有一对兄妹之类的 一对兄妹 对 OK 会跟他们会 呃 结合在一起 是是是 所以等于每一年都有 这个新的创严 我看一看这个副执行长 是 年轻 一定很有想法 所以其实这么新的idea 应该是你想的吧 不可能 不是我啦 哈哈哈 其实这个在去年 我们在2016年 嗯 下半年度就开始在做一个吉祥舞 是 有两支非常大头的一个玩偶 那我们把它做出来 在去年的一个记者会呈现出来 是 那反应非常好 那今天我们就想说一定要做一些周边商品 OK 那结合工艺的方式来做行销 嗯 呃 原因讲得到不一样的境界 好 所以 嗯 这次160万是大家这样子存这个小圆 对 然后捐出来的哦 不是 不是 呃 这次的话我们是 呃 透过这样公益的义卖晚会哦 嗯 那我们有请总统 小英总统 是 呃 行政院长 总共签了三支 小英总统签了一支 哦 是 还有赖清德行政院长 是 也签了三支 哦 还有我们的 城局秘书长 嗯 签了五支 OK 呃 对 总共签了十三支 对是这样子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义卖吗 对义卖 嗯 当天晚会的话 我们就透过这样子 义卖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给我们一千 一千位的 一位的贵宾哦 哇 那我们这些义卖所 的 的这样子一个资金来源 完全都是呃 我们的建筑业者哦 嗯 自发性的 是 来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拍卖 好 所以其实重点有原野讲的精神在啦 其实在昨天 就在昨天 其实整个这个 我们原野讲 呃 最大的盛会 是 就在昨天 能不能来谈谈看昨天这个盛会 嗯 嗯 其实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已经呃 接受到小英总统 嗯 接见 是 我们第一次进的总统府 那今年2018年我们是第二次哦 第二度来进的总统府嗯 嗯 接受小英总统的一个接见 听说你们今年是被接见了两次了哦 哦 呃 今年嗯 2018 2018 没有 小英 呃建筑冬府 哦 建筑冬府一次哦 那是去年 哦 那是去年是第一次 今年是第二次的哦 第二次 所以已经得到国家级的肯定就是 呃 连元首都跟着按赞了哦 其实我我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 就是 嗯 一个社团法人哦 嗯 他是有有三百位的一个会员哦 嗯 那整个建筑园演讲启动的时候 所有的志工哦 嗯 都投入这样子一个 是 工作 嗯 那一个社团有这么多的志工在无私无我的在付出哦 而且付出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完全没有说哎 我不要从这个付出过来得到什么好处 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两位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走了二十四年的园演讲哦 您觉得在这个建筑业 嗯 其实带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好 来 等一下 好 其实 嗯 把一个 以前在在在早些年 很像大家不太做中庭 不太做美化 但是原理想刚刚开始是希望说能够把 这些公共设施 中庭的部分 是 把它美化下来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高雄厕 嗯 也是开始有做所谓的垂直绿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OK 垂直绿化其实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空间上比较节省吗 对不对 再来就是生态共生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看到绿色的直皮植物的时候 是的 我就很relax 很轻松 是的 对对对 而且会觉得什么 生气盎然 是 而且有节能效果 对 又有节能效果 深阳台嘛 我訪過你們吧 還是訪過高雄市政府 他講過一個高雄錯概念 我們在今天 我們跟天空朋友再次來分享 他說為什麼其實要留那個陽台 就是說我們現在年齡越來越大 很多高齡者對不對 其實打日頭很困難 衛生素低 我們不能骨質疏鬆 你看很多年紀大的老人 他就算坐輪椅 他其實要出來曬太陽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在家裡面 為什麼有一個陽台 甚至陽台也是一個綠美化的空間 其實這樣子結合 生活生存生命的概念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高雄錯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曾經我一個客戶 就是看到我工作的產品 高雄錯 他覺得 好像有自身在國外的感覺 有些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整個 垂石力外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其實高雄市政府 我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 全台灣 甚至全高雄市 都是 有一次高雄市 算是一個福氣 對 所以我想現在全國聽眾在聽的時候 我想我們一起都會這樣子認為 其實建築是這個程序 可以是最美麗的風景 但是我們大家對於建築 所你所住的房子 你在外觀上面 我們大家是不是會一起 再去更注意的 甚至進一步的去維護它呢 我覺得從一蓋起這個房子 到我們真心的去住了它之後 對不對 所以我們開始其實也要去 愛惜這個外觀 我們到過先進國家 其實因為我先生來自華盛頓DC 那很多房子其實已經百年了 我說為什麼這個城市好像沒有舊房子 我這樣子問我老公 他說不是 是因為法規裡面有規定 他們可能呢 可能有的好像每三年 有的每五年 要看那個建築的年限 其實他們都要做一個外觀的整修跟維護 聽眾朋友為什麼 他們覺得他們對城市的景觀 是有一份責任的 沒錯 我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概念 能不能讓我們所有聽眾朋友 共同去了解 我們其實自己房子裡面住的漂亮 但是有沒有去想想 屋外的美觀 其實也是我們一個市民的責任 這次的建築聖典 就是兩天一夜建築聖典 那總共宇會的貴賓大概一千兩百位 是 那從他們的口中裡面 得到一個最大的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高雄變漂亮了 對為什麼變漂亮 是 他整個高雄的天氣線變了 哇天氣線變了這就不得了了 變漂亮 真的是這樣 那宇會的貴賓對高雄是非常的讚賞 對他說 那住在這個城市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我們可以用亞太新灣區 或者是我們在市運館那邊 其實有一些比較大的一些改變 跟聽眾朋友可以想一想 其實就包括我前兩天 因為我去台北出差 我經過大直 我應該是從內湖 一直到大直一直到成德路 那我好像有經過 包括市民大道 一些好像基隆河景什麼的 我其實我對那個城市不熟 但是我只有一句話很讚賛 就像我不會看名畫 但是這一幅畫美不美 我會有一個感覺 我們心裡有個共鳴 這城市是美的 是漂亮的 所以我在看台北市的時候 我在看台中市也很漂亮 所以我想說 我們高雄市也是慢慢的變漂亮 所以原野獎其實會把未來 不是把未來 從現在到未來 真的我們把整個建築的景觀 都做了一個提升 那也希望透過原野獎 這樣子一個推動 然後讓所有的 這樣子的建設公司也好 讓它有公部門也好 那甚至於說 在整個社區營造的部分也好 就把我們整個城市 把它美學把它提升上來 你們是不是希望原野獎 讓建築業有榮譽感 應該是 對你們的起心動念主旨 其實現在很多 就像這一次原野獎所得到的 的一個獲獎 都是高雄處的一個概念 對 這一次獲獎的產品 大部分都是 好 那最後如果要短短結語 比如說對於原野獎 就是在2018 其實整個我們建築的盛宴 你看這麼成功 集合了一千兩百位建築的精英 然後全國都聚集在高雄 對 然後也做了這麼成功的工藝 對能不能講說我們未來 我們高雄建築經營協會 整個成仙啟後 兩位這個執行長跟副執行長 OK 其實建築經營協會 它本來就是一個傳承 學習的 互相學習成長的地方 是 那我們這個協會裡面 有很多都是年輕人 那給年輕人一個成長學習的機會 是是是 對 是 那這樣這種公藝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期待說未來 它是一個持續的長久的 搭配我們原野獎 這樣子一起來 來這樣子一個 做這樣子一個公藝活動 對啊 真的拍拍手 全部都是志工 可以這樣子一路走了 全部都是志工 二十四年 哇 對 年輕的副執行長 你成仙啟後 你後面還要扛喔 哈哈哈哈 你要扛比較久喔 這兩天我們還在聊說 去年 現任的副主委 把大家帶到總統府 他當時的執行長 那今年的執行長 把建築經營辦得這麼盛大 明年沒有人敢接執行長 你好讚 哈哈 那就算他不要退啊 其實原來講是一個團隊 就是一個團隊在運作 不是說某人比較厲害 不是這樣子 對 都一個團隊在運作 尤其是我們三位秘書 也是很辛苦 都是一個加班 在完成這樣的一個聖典 白北頒獎 甚至於總統府結見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很辛苦 不過 我又常講說 天上最美的是星星 在高雄 在建築經營學會看到 最美的是我們這一群的子工 真的笑容滿面 完全沒有什麼樣的抱怨 卷怠感 完全沒有 人叫的康夥的 窮的一隻 很幸福 好走心喔 很幸福 這是大陸的講法 這意思就是說 好用心好感動 其實看到 剛剛昨天整個 在班展典禮結束的時候 有時候我自己內心裡面想說 回憶之前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那種真的是會讓人家感動 掉眼淚的 對 那對於其實我覺得啦 其實在建築業能夠帶起一個 我覺得叫做 綠能 對 然後光電 然後生態共生 比如說這樣的美學 這麼多建築的同業們 為大家一起把關 因為呢更加精進的技術跟概念 才能使我們的建築跟我們的城市 跟我們的國家會更好 沒錯 謝謝 兩位來 感謝主持人 來現場時間是5點45分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聯播網 快樂新生 我是Angel 廣告之後 我們又要請兩位董事長回到現場來了 謝謝 謝謝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好 各位好 各位好 你怎麼整個名字清順順 剛才有一台車要倒完 好像沒看到我一直晒進來 好 各位好 他的車手沒關係 如果沒有 我這次人就在旁邊啦 我們過車路的時候 一定要走行人穿越線 也要注意要回我的車 尤其是要回我的車 常常都沒有看到我們走路的人 我們可以把手抓緊 提親加速 因為我們先過 最重要是自己要洗你啦 快樂聯播網提起你 過車路要注意安全 洗手倒邊 人生無盡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飛翔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飛翔讓自己的完成在住 早晨 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的結縁 碰漆三三五 數二三三 欸 阿甄啊 蛤 麻煩替我調一下 登記在上我們公司 十字客戶的行動電話 我要送給合照的行銷公司 經理 這些主人人客戶資料 只能夠用在 定客業上官的目的 青菜外勞可能的 違反故人資料保護法 不然會受到行政出法 也會有民主保障資金 甚至我們也會有行事資金嗎 蛤 客戶故自愛保護 青菜理由 衣裳公告由法務部提供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好 來親愛觀眾朋友 我們回到現場 這邊是快樂聯播網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星生 我是Angel 我知道因為大風大雨的關係 所以外面行車會比較慢 但是請大家有耐心 因為我相信它慢一點 但是安全多很多 所以我相信安全也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間 就聽節目放鬆吧 好 今天在節目裡面 兩位回到現場 一個是中州建設的董事長 這是黃啟倫先生 好 真的我覺得 如果不講您是建設公司董事長 可能想說您可能是中山大學 跟人文學院的院長 真的真的 然後如果呢 我要再講一下 這個如果我們看到上陽建設 我們這個董事長 您的名字比較特別 洪光佐董事長 他目前是我們高雄建築經營協會 這是我們的主委 那如果不講 看到您會以為是什麼 其實我看到你很像以前早年 我小時候看到黃永鴻建築師 是 對對對 他就是看起來像藝術家 不說想說他是畫畫的 他也是我們建築業的設計的前輩 哦 是是是 他的年紀大概我們都要叫他前輩 是是是 他是很有型的 跟我們光佐雄一樣 是是 就是很有型啊 很有型啊 對啊 我當年職員他真帥 我才20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40幾歲 我看他帥 我現在就不好意思講 他今年可能70幾 但是所以我對帥哥一直是 其實有印象的 不過今天 今天我們真的很高興 我們來談到原野獎 高雄錯了這個整個的概念 那最後是不是我們請兩位補述一下 首先來黃啟文董事長 對 因為我們就原野獎 剛剛所談的都是屬於民間的部門 但是原野獎還有另外一個主軸 就是政府部門 那政府部門也一起 就是說 我們也對政府部門的作品 他報名的作品 我們也給他評比 那如果說是好的作品 我們還是給他公共建築的一些獎項 我們都有 像這一次去總統府 很特別的 受獎單位裡面 竟然我們的圖請者市長也在場 他也是我們的 他現在是嘉義市市長 那他們嘉義市政府的公共的作品 得獎 他是代表嘉義市去領獎的 是這樣 對 那一般來講 像南部的 比如說是台南高雄 他們各個縣市 幫他們屏東 提出首長 提出 去領獎的都是首長 一級單位的 不是局長就是處長 這表示他滿重視 非常重視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因為 一級主管 甚至於說市長 主管 重視 他底下的人 他就會知道說他要做什麼 對對對 所以說對於整個建築的設計 跟他的整個建築施工的品質的要求 就會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良性的一個循環 所以原野獎其實真的是一個領頭羊 就是帶頭的一個精神 所以說不只是私部門 人工部門 我們也一起都 都對於整個台灣的建築 整體的部分 我們都一起的提升 這真的很棒 我記得在高雄 我們希望說原野獎 他從點線面 的經營 讓整個我們人類所生活的 這個基礎環境都能夠更優 點就是建設公司蓋的房子 點線 線就是政府投資的公共工程 面就是整個社區 社區也差你評比 社區再造 環境再造也差你成比 所以從點線面找手 讓整個我們生活的環境 都能夠優質化 那董事長 洪董事長 我能不能這樣子講 就是說 比如說不是說一間房子還是一棟房子 再來就是在講公共整個的建設的時候 比如說其實捷運也是一個公共建設的一部分 對不對 包括當時捷運站其實也有去參加公共藝術評比 然後再來就是說公共建築 比如說公共建築 我再來講就是說 比如說高雄的 比如說市運館 展覽館 甚至可能中鋼大樓或是我們現在的旅運中心 其實每一棟的這個建築 它都可以比如說來參與原野獎 是 OK 對 是 每棟建築到未來都是一個歷史 它是要留給子孫當文化財的 就像我們到華國到英國 你看 你去看的都是建築 不是嗎 對 可是呢 我超愛看的 這個不是百年以上的建築 對 沒有被拆掉 是 留給子孫當文化財 子孫一輩子享用不盡 不是這樣子嗎 如果我們的建築隨便蓋一蓋 三五年 十年 二十年後 拆掉 永遠都是新的 是新的嗎 不是 子孫永遠沒有辦法這個文化財 這個地方就沒有歷史 我覺得你講的 我又再用個案來形容 像以前我們三合院 到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留著 蠻完整的三合院 可是你怎麼來看三合院 其實就有家族 對 還有包括那個過程 那個以前的文化的記憶 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既感交流的很好的地方 是 不過因為台灣從農業社會 轉型為工業社會之後 那麼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土地的價格也飛漲 所以這個產品 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不過它也與時激進 高雄廠為什麼要做那個大陽台 高雄廠為什麼要做 我們講說一個 就是如果您在拖電的話 二樓你要拖出去的話 它就要做一個層的概念 高雄廠有一個層的概念 就是希望你的左右鄰居 拖 那個層是那個拖的意思 拖 拖的概念 拖像拔丁 拔丁 拔丁 土字邊一個呈現的層 對 就是這個層的概念 希望左右鄰居朋友來 都可以在這個層 一起來 來穿 其實以前的拖是一樓三合院 先把它立體化 在以前吃晚餐後 都在那裡鄰居 對 拖餐廠我台港 對 不一定躲在房子裡面 對 乾脆有這個概念 就是層的概念 所以你看喔 隨著建築不同的設計 人跟人的關係 也可以因此更親密 是 陽台要夠大 它才有使用的一個價值 對 因為小小的 那根本就有做跟沒做的話 沒有辦法有它的利用價值就對了 你可以這麼講 可是我現在覺得喔 可是 當我們建築物 其實喔 我們都set up好了 都已經把你蓋好啊 剩下來的是 所有我們現代人的心要打開 是 對不對 要用它 其實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就會想像說 以後的人住在裡面 他要呈現一個 什麼樣優質的生活 就是你在設計當初 你就要去構思的 是 而不是你蓋好了之後 然後勉強讓人家住進來 欸 不能夠很契合 所以設計是重要的 對 我永遠覺得喔 像以前都有個 前院後院 還是兩邊都會流走道 那種房子 以前的套廳也好 三合院什麼 其實那個都是風流動 對不對 也是光線 對 可以聚集 也是人 可以走動的空間 對 對不對 一個很活 對 所以建築部就是 我的人 活在那裡活出生命的活力 是 建築物也是一個有機體 真的 是這樣子 真的是 所以今天我真的非常謝謝 謝謝 我們中洲建設董事長 還有我們上陽建設董事長 謝謝主持人 謝謝 兩位當然還有這個 現在算在鏡頭外 但是我們高雄建築 對不起 經營協會 你們的名字有點長 我們是建築經營協會 是 很快就輪到他們的上場 是 是 他們要接你的位子 一個當主委 一個當理事長 我們一個傳承 我們一個傳承 對 但是很高興啊 那都很華裔也能看到這種傳承 那我們心裡就是想說 今天也透過這樣的專訪 讓親友朋友知道說 建築的朋友在努力 其實我們算是一般的民眾 其實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建築物 活出生命力 大家一起做 城市會更美麗 是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來 謝謝 好也希望這種的城市會 越來越美 其實 跟著建築原野獎 俯瞰美麗大台灣如何 謝謝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明天空中再會 拜拜 再見 嘿 阿美沈 好久不見了